这位异世界的勇者确实别具一格 相较于其他勇者穿越后秒杀天地 秒杀自身的风格 他却选择用必杀技对付一只一级的史莱姆 更有趣的是 为了确保史莱姆不会复活成猛王反杀 他竟然直接使用地狱烈火挫骨扬灰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这位大哥的攻击居然足足重复了一百遍 不管是猛王还是骨王 都被他轰成了骨灰 而这名谨慎勇者的故事 要从神界的一次抽奖送副本的活动开始说起 那一天 神界的男神女神们齐聚一堂 参加一年一度的就是抽奖活动 在舞台上 主持人激动地宣布了S级难度的大奖 而中奖的幸运儿竟是看起来不怎么聪明 实则是个傻白甜的治愈女神丽丝塔 面对众神 丽丝塔一脸轻松地发表了获奖感言 然而 活动结束后 他却慌忙地跑回了家 这可怎么办呢 作为一名奶妈 他如何完成一个S级的任务呢 难道让他给魔王加血 加到他暴毙吗 幸运的是 这种拯救世界的任务通常都有标配的勇者 后知后觉的丽丝塔立刻开始对勇者进行挑选 然而 就像玩游戏一样 初始等级一级的勇者属性可能很糟糕 不是满防御没速度 就是满速度没攻击 最终 丽丝塔直接挑花了眼 在他陷入迷茫时 一张勇者的简历像是命中注定一般砸在了他的脸上 令他难以置信的是 这位名叫龙宫院圣灾的勇者一级初始属性竟然强到爆表 高兴坏的丽丝塔惊呼 这下攻略S级的副本 不就跟老太太逛公园一样简单了吗 丽丝塔决定立刻来到召唤神殿 化好了召唤症 将粉笔放进深渊后 他开始了召唤仪式的吟唱 随着一道金光闪现 勇者成功被召唤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米八的大高个 清爽的黑发下是一张帅气的脸庞 这让丽丝塔看得口水都流了出来 但他很快就想起了正事 收起花痴脸后 丽丝塔开始了女神对勇者的开场白 大致的意思是 你是本女神召唤来 拯救一世界的打工仔 从现在开始 我要什么你都要满足我 丽丝塔本以为对方已经被自己一天的研制和动人的演讲给征服了 然而 千百年来哄骗勇者的一套说辞在今天居然失败了 圣灾压根就不相信丽丝塔是什么女神 他质疑为什么女神不自己去拯救世界 让丽丝塔险些破口大骂 为了保持女神的威严 他耐心地给圣灾做了解释 然而 当丽丝塔认为终于套路成功之时 圣灾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他问能不能拒绝去拯救世界 或者是否有金手指修改器之类的外观 丽丝塔突然怀疑自己是否召唤错了人 然而 当他看到圣灾的能力后 他确定圣灾就是自己通过严密筛选出来的那名万中无一的勇者 为什么 圣灾偏偏没有一点勇者的样子呢 而圣灾却在这时 又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如果自己在异世界死掉了会怎样 丽丝塔听后让圣灾把心放进嘴里 因为如果在异世界死掉的话 勇者会被传送回原本的世界 说完丽丝塔打开传送门 打算先让圣灾去打打小怪 提升一下等级 可圣灾却拒绝了 因为他觉得异世界太危险了 所以他的方案是先提升等级 再去打小怪 他告诉丽丝塔 如果非让自己去拯救世界 那就必须答应自己一个条件 说着圣灾就脱掉上衣 露出了自己的八块腹肌 丽丝塔见状开始了响入飞飞 难道今天本女神就要学会新的姿势了吗 本已经准备好现身的丽丝塔 却发现圣灾竟然趴在地上做起了俯卧撑 原来这位大哥只是想求稳 生意升级再去异世界 而丽丝塔也在这时候 他终于想起了那张能力值报表的简历 最后还有一行小字 那就是性格谨慎 沉稳 于是拿圣灾没有办法的丽丝塔 只能去找自己的前辈封印女神诉苦 封印女神安慰丽丝塔 毕竟你要攻略的是S级的副本 所以谨慎一些也不完全是坏事 既然圣灾要锻炼 那身为奶妈的你 就一定要保证好人家的后勤 丽丝塔一听顿时来的力气 他立刻亲手制作了饭团来犒劳圣灾 可人家却怕他在饭团里下毒 见此 委屈巴巴的丽丝塔只能含泪吃了一个 本来想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 可圣灾却认为饭团里的有可能是慢性毒药 最终 气不过的丽丝塔在给圣灾变出一些家具后 将传唤机交给了他 他说等什么时候准备好了 什么时候再教自己 可圣灾却怀疑传唤机里面藏了炸弹 这话气得丽丝塔直接摔门而出 他决定自己要好好地晾一晾圣灾 可是这一晾就是整整的一星期 当传唤机终于有了动静后 丽丝塔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圣灾的房间 推开房门后 刚刚出狱的圣灾 让丽丝塔的口水从鼻子里流了出来 之后丽丝塔再次看到了圣灾的能力值 让他没想到的是圣灾竟然升到了15级 而且还学会了魔法技能 但圣灾却说 他本来是打算满集后再去做任务 丽丝塔听到后当场就不干了 大哥 你是想在这所房子里结束你的一生吗 拿出女神威严的丽丝塔打开传送门后 命令圣灾与自己前往一世界 而圣灾也在说出自己的招牌台词准备完毕后 二人穿过传送门来到了异世界 眼前的这片青青草原就是新手村 而他们的第一个任务 则是去村庄购买装备 可当来到村子后 圣灾却又开始了疑神疑鬼 他开始猜测 这里的村民有可能是魔物伪装的 这下丽丝塔彻底爆发了 化身炎翼女神的他 对着圣灾就是一顿臭骂 而就在这时 一个小姑娘突然与二人打起了招呼 丽丝塔见状立马秒变温柔大姐姐 当看到不说人话的圣灾对小姑娘的态度还不错后 丽丝塔也终于觉得 圣灾没那么不顺眼了 二人在问到武器店的位置后 化身富婆的丽丝塔直接拿出了一袋子金币让圣灾随便花 而圣灾也当真没跟他客气 他们来到武器店后张嘴就要了最贵的装备 而且还是三套 丽丝塔听后直接崩溃 他质问圣灾 为什么要一次买三件一样的装备 圣灾听后非常震惊地告诉他穿着的 备用的以及预防万一的 丽丝塔听后心想你这已经不是谨慎 而是变态啊 就在圣灾心满意足地换上装备后 他又把所有的金币全部换成了补锦和草药 见此 无可奈何的丽丝塔只能去告诉圣灾这里是新手村 你一个十五级的 对付一级的小怪不用那么谨慎 听到二人谈话的小姑娘也插了一下嘴 没错 外面只有一级的史莱姆 说完 小姑娘好心地送给了圣灾一张护身符 就在圣灾即将阐述自己猜想的阴谋论的时候 丽丝塔赶紧堵住了他的嘴 就这样 二人来到草原上开始了打怪升级 而圣灾也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buff 在使用透视 确定这只史莱姆不是萌王伪装后 圣灾拔出大宝剑开始了战斗 虽然眼前的史莱姆只是一级的小怪 但圣灾还是毫不犹豫释放出了自己的必杀技 瞬间 史莱姆就被送去了异世界 而丽丝塔则被圣灾的这番操作惊讶地不知道说什么了 大哥 你弄这么大动静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屠龙吗 可圣灾的谨慎远不止如此 为了能让史莱姆成功转身 他直接抬手就是一发地狱焰火 但还是不放心的圣灾又抬手来了一击必杀技 然后紧跟着就又是地狱焰火 就这样 圣灾的攻击重复持续了一百遍 最终 在地上的大坑被轰成黑色后 圣灾满意地收起了大宝剑 而就在丽丝塔准备和他离开之时 世界突然变暗 紧接着 一个拥有强大气息的女人出现在了二人面前 来人 正是魔王坐下四天王之一的马奇娜 见此 丽丝塔差点被惊掉下巴 为什么四天王会出现在新手村呢 马奇娜见状告诉了他原因 原来在圣灾与丽丝塔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魔王就察觉到了他们 于是为了求吻 魔王派出了马奇娜来新手村消灭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勇者 丽丝塔没想到魔王竟然和圣灾是一路获色 而当他看到马奇娜惊人的能力之后 深知不是对手的丽丝塔 准备叫上圣灾先行撤退 可人家却早就抛下他一个人逃跑了 丽丝塔想死的心都有了 怎么会有这样丢下自己的女神 独自逃跑的勇者呀 可马奇娜又怎么会让二人就这样逃跑呢 只见他一个冲刺就追了上去 不过对此 圣灾早有准备 他丢出烟雾弹开始扰乱马奇娜的视线 然后立刻让丽丝塔开启了传送门逃跑 但穷追不舍的马奇娜还是追了上来 不过早有准备的圣灾 还是用一发地狱夜火帮二人顺利逃脱 回到神界后 圣灾轻轻地捧起了丽丝塔的脸 就在丽丝塔以为要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时 圣灾一把将他推了出去 紧接着 丽丝塔就被无情地赶出了房间 因为圣灾决定继续升级 他觉得马奇娜要比史莱姆强上好几倍 所以为了求稳 他要提升一下自己的等级 两天后 实在是待不下去的丽丝塔 用水晶球连接上了异世界 他想看一看那边的情况 结果 刚接通画面的丽丝塔就被吓了一跳 因为对方不仅拦截了通讯 还进入新手村拿村民当人质逼迫他们现身 见此丽丝塔急忙来到圣灾的房间 将新手村的状况告诉了他 可面对村民们的性命 圣灾却表现得目不关心 而这时候 水晶球里的马奇娜已经找上了当初为二人指路的小姑娘 见此丽丝塔再也忍不住了 他决定开启传送门去救人 可圣灾却一把拦下了他 因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而且两界的时差是一百倍 所以等自己升完疾后再去也是一样的 可在丽丝塔看来 圣灾就是怕死 现在的他非常后悔召唤了圣灾这个没有一点志气的勇者 可就在丽丝塔即将离开之时 圣灾却告诉他 如果不仅剩自己就会死 而自己的死亡 则会给那个世界带来毁灭 所以自己绝对不能死 说完圣灾换上了装备 而丽丝塔则在开启透视后发现这家伙的能力值竟然又翻了好几倍 而正准备开启传送门的丽丝塔 则被他赏了一记爆头杀 你是笨蛋吗 竟然想把传送门直接对在敌人的脸上 说着圣灾擦了擦自己的手 生怕被凶大无脑的丽丝塔给传染成白痴 与此同时 因为圣灾迟迟没现身 四天王马奇纳准备动手了 可就在这时 圣灾突然现身 并抬手一击 别空斩打了过去 虽然圣灾无耻地选择了偷袭 但马奇纳还是躲了过去 不过他并没有生气 因为只有胜利者才拥有书写历史的权利 也只有胜利者才是正义 但让马奇纳不敢相信的是 现在圣灾的能力值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 不过万事留一手对于反派来说 一样是家常便饭 马奇纳直接解开封印来了个二阶变身 见此丽丝塔立刻慌了神 因为马奇纳的能力值翻了数倍 这下圣灾又落后了 而马奇纳则瞬间来到圣灾的面前 数值翻了数倍的自己竟然一下也碰不到圣灾 于是为了求稳的马奇纳直接开启了最终形态 就此四天王马奇纳展现出了他真正的姿态 而丽丝塔则被吓得双腿打战 看着马奇纳最终形态的能力值 丽丝塔知道圣灾已经毫无胜算了 而没有废话的马奇纳则直接对着圣灾就是全力一击 巨大的破坏力直接让地面四分五裂 见此丽丝塔只能为圣灾默哀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刚刚那惊天动地的一击竟然让圣灾单手就接了下来 在这个等级接下那样的攻击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一直都在用伪装技能 结果 丽丝塔真就用洞察之眼发现了圣灾将能力值保护了起来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丽丝塔开始了破解 可他没想到在一层和二层保护后 竟然还有第三层 丽丝塔小宇宙彻底爆发 今天他势必要看到圣灾真正的能力值 最终 在自己的眼球快要飞出去的前一秒 丽丝塔看到了圣灾的能力值 这大哥如今的数值竟然是原来的十倍 但很快丽丝塔就想明白了一切 原来圣灾被召唤过来后就一直在隐藏自己的实力 丽丝塔没想到 这家伙的谨慎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而此时 深知自己已经赢不了的马奇纳飞到天空使出了自己的终结奥义 他要让圣灾与新手村一起化为成统 可就在马奇纳蓄力之时 不讲武德的圣灾直接来到了他的面前 见此 马奇纳准备打拨嘴炮拖延时间 可谨慎的圣灾 又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呢 奥义凤凰岩武斩直接洞穿了马奇纳的身体 这下圣灾全方位展示了什么是智商与实力的双碾压 就这样四天往马奇纳变成了废物 而新手村也恢复了原样 而圣灾落地时 丽丝塔就立刻扑上去开始巴结他 探着这副猪哥的嘴脸 怕被传染成白痴的圣灾急忙让他离自己远一点 而丽丝塔也心满意足后表示希望圣灾可以相信自己 他觉得圣灾没有必要对自己隐瞒实力 可人家却说 万一你个没脑子的白痴 被敌人夺取了记忆怎么办 丽丝塔听到后立刻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求圣灾保护 当然换来的是圣灾无情的拒绝 见此 丽丝塔当场给圣灾表演了一波躲闪摇 而就在这时 被救的村民们都纷纷来到二人面前表达了感谢 可圣灾却这个时候扫起了大街 原来他是在收集天王的残渣 紧接着圣灾就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下 开始了自己的迷惑操作 作为一名专业的勇者 杀敌毁尸超度一样都不能少 此时 连续释放地狱热火 毁尸灾迹的圣灾向极了凶残的反派 终于 当地上只剩下一片焦土后 圣灾停了下来 就在丽丝塔认为终于结束之时 圣灾抬手 就是一招奥义红莲地狱 最终 在村庄被烧成了灰烬后 村长像宋温神一样的跪求圣灾与 丽丝塔离开了新手村 但让丽丝塔没想到的是 那个小姑娘与她的父亲竟然追了上来 而让她更没想到的是 圣灾这个家伙竟然厚着脸皮收下了人家的报酬 而且她还因为嫌少 将人家的私房钱一并给抢走了 最终 在对方的感谢声下 丽丝塔一脸尴尬地启程了 你看这只史莱姆 会不会就是来找圣灾报酬的蒙王大人 离开新手村后 丽丝塔准备带着圣灾前往下一个城镇 可圣灾却拒绝了 因为她要回神界练剂 而在得知丽丝塔这个奶妈只会变加剧 而无法制造武器时 圣灾表示 你的存在与药草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 回神界升级成为了如今唯一的选择 最终 丽丝塔骂骂咧咧地打开了传送门 回到神界后 丽丝塔就跟封印女神阿丽亚抱怨起了与圣灾的冒险 现在的她 只想快一点攻略这个S级的副本 可圣灾那个家伙却偏偏要回来练体能 这让丽丝塔觉得 自己永远都无法成为像阿丽亚一样的上位女神 但阿丽亚却劝说丽丝塔 自己并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因为她曾经因为疏忽 而导致了一个B级世界的毁灭 可丽丝塔却认为 对于成功攻略了300个世界的阿丽亚来说 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可阿丽亚却不这么认为 至于原因 我们后面再说 这时圣灾突然找了过来 她的出现也让封印女神瞬间慌了神 而在丽丝塔看来 圣灾这个小白脸 一定是来这里用脸蛋矿骗女神的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圣灾竟然是来求助的 因为圣灾发现 如今的自己 已经无法单靠练体能升级了 所以她想让丽丝塔提供一个更好的训练方案 而丽丝塔听后也瞬间内心狂喜 没想到她也有求自己的时候 而就在这时 阿丽亚提出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找神界的剑神来当陪练 就这样神界第一个倒霉蛋登场了 封印女神阿丽亚拜托了剑神帮圣灾做特训 虽然剑神答应了下来 但她并不看好圣灾这个普普通通的人类 于是剑神告诉圣灾 自己的训练是非常严苛的 可她没想到圣灾不仅没有退缩 而且还威胁自己不能中途退出 剑神没想到圣灾会如此的嚣张 而圣灾却说 自己会在小树林等着她的训练 于是在丽丝塔诧异的目光下 圣灾与剑神开始了有来有回的对拼 就这样第一天结束了 当丽丝塔来到餐厅后 她遇到了剑神 看着对方胜券在握的样子 丽丝塔心想圣灾终于要倒霉了 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丽丝塔则又在餐厅遇到了剑神 此时的她手有些抖 表情也充满了惊恐 而当剑神看到丽丝塔后 也只是与她客套了一下 到了第三天 满是疑惑的丽丝塔再次找到了剑神 可此时的剑神双眼已经失去了光彩 而她憔悴的样子也让不明真相的丽丝塔担心了起来 但剑神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可这个颓废的背影还是让人有些心疼 直到第四天 餐厅里已经没有了剑神的身影 见此丽丝塔想做些饭团去慰问一下 可就在她来到后厨拿海苔的时候 却在架子后面发现了一脸憔悴的剑神 此时的她好像是在赌着谁 剑神和丽丝塔诉说起了她这几天陪圣灾训练的过程 宁宁那大哥的战力已经超了自己三倍了 可求稳的她却说必须要超过自己一百倍 就在剑神仰天长笑说圣灾是变态的时候 圣灾竟然就突然出现了 这下把剑神吓得连说话都开始结巴 可圣灾想的却是继续让剑神与自己去训练 剑神听后瞬间崩溃 她拿起自己的大宝剑就丢进了海里 她哭着说自己从今天起 不会再碰任何又细又长又剑的东西 可就算如此 圣灾还是不打算放过她 而可怜的剑神只能像个宝宝一样 大喊救命 丽丝塔见状想救一下她 可就在这时 阿里亚却突然出现说找丽丝塔有急事 于是丽丝塔毫不犹豫地丢下了剑神 原来是主神要见丽丝塔 主神询问了她任务标配 勇者的训练情况 虽然丽丝塔认为训练一切都很顺利 但精神已经失常的剑神 还是让她忍不住地担心 而主神则希望 丽丝塔他们可以立刻前往下一座城市 因为那边的世界有些不太稳定 丽丝塔听后立刻找到了圣灾 但眼前的这一幕 还是让她有些怀疑人生 因为剑神正在被圣灾骑在身上打 不过她在听到一世界有一栋后 准备完毕的圣灾 立刻丽丝塔开始了新的旅途 当来到城镇后 二人立刻就听说了不死族要来袭击城镇的消息 于是为求稳了圣灾 立刻前往道具店购买了圣水 而当老板听到圣灾要买一千瓶后 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个大客户 可她店里的圣水根本就没有那么多 圣灾一听当场就不干了 她要是拿不出一千瓶圣水 那圣灾就有理由怀疑她是不死族假扮的 最终在立斯塔的劝解下 买了四瓶圣水的二人来到了教堂 在出发时 主神就告知了 他们会有两名伙伴在这里 可就在神父喜笑颜开的欢迎勇者之时 圣灾上去就给神父洗了个头 顿时众人全都猛了 见过神父给别人倒圣水的 没见过别人给神父倒圣水的 可就在这时 被交了个透心凉的神父 突然发生了异样 谁都没想到 这个神父竟然是不死族假扮的 就在众人准备战斗之时 冲上来的神父直接被圣灾的一个妖子斩击给砍碎了 把吻子刻进骨髓里的圣灾 不可能给驾神父一丝反击的机会 而丽丝塔则好奇 圣灾是如何知道神父是不死族的 圣灾表示原因很简单 因为神父是这里最老的 所以他迟早会变成一个老不死的 是变成不死族 所以在进入教堂的第一时间 圣灾就已经在盘盛着弄死假神父 而就在这时 地上伸手一出的假神父发话了 你们不要嚣张 等他们明天抵达了这里 一定会把这座小镇移为平地 圣灾听到这话后若有所思 而丽丝塔则立刻带着众人离开了教堂 虽然他不知道明天小镇会不会被移为平地 但今天这里必定成为平地 此时的丽丝塔算是彻底搞明白了 这大哥纯纯就是打怪用小招超度宋奥义的变态 刚刚苏醒的修女在看到教堂被毁后 一口气没上来又晕了过去 而这时 主神指名的两名队友开始了自我介绍 他们是体内流淌着龙之穴的龙族后裔 人送外号小龙人与小龙女 小龙人叫马修 小龙女叫艾鲁鲁 他们是龙族专门派来给勇者当马仔呢 见此圣灾非常客气地给二人来了个圣水洗头 而且就连昏倒的修女与上来劝阻的丽丝塔都没放 这下两名队友都知道了圣灾有病 而丽丝塔则开启后市 查看了二人的数值 结果他发现这俩人级别很低 但也不能人人都是狗天圣马 所以丽丝塔打算留下二人 可圣灾却一脸嫌弃地表示 小龙人马修气的当场就要与圣灾干一家 丽丝塔也劝说圣灾不要这么草率地拒绝 万一人家是钱力骨也说不定啊 再说了 哪个爷爷不是从孙子熬过来的 不过圣灾好像开局就是爷爷 就在这时 一群士兵被爆炸声吸引了过来 他们看着被毁掉的教堂与倒在地上的修女 队长当即就决定请几人去吃几天捞饭 不过幸运的是修女醒了过来 他告诉队长圣灾是神派来的俑者 而且 明天会有一万多号的不死族大军来攻城 队长听后立刻选择了八戒 他想请求圣灾拯救小镇 可圣灾是个实在人啊 他张嘴就问队长能给多少 丽丝塔立刻劝诫圣灾 你是俑者 不是魔王 但俑者也要吃饭了 于是最终队长承诺一千金币的报酬 不过为了防止对方反悔 圣灾还是让他们写了戒条 而在看到圣灾这副模样后 两名队友也气愤地离开了 见此丽丝塔本想再劝一下圣灾 可人家却直接飞走了 而且还说 他不需要只会成为累赘的队友 与凶大无脑的药草女神 眼见圣灾越飞越远 气不过的丽丝塔当即开启女神独有技能 化身天使追了上去 可圣灾却直接一个加速 将他甩在了身后 这下 丽丝塔心中强烈的胜负欲被激活了 神力全开 翅膀变大 丽丝塔势必要给不开眼的勇者看看自己的颜色 可下一秒 丽丝塔连人家的车尾灯都看不见了 而就在这时 圣灾却突然回到了丽丝塔的身边 并拉起了他的小手 这下丽丝塔直接在大脑里脑补了一整段 与圣灾的爱情故事 他决定 今天就要打破女神与勇者之间的禁忌 可圣灾却告诉他自己要提速了 就这样在圣灾的一通操作下 丽丝塔的天使翅膀成功变成了秃毛翅 而圣灾则没有理会丽丝塔的抱怨 因为他看到了假神父所说的不死族大军 果不其然 他们个顶格的丑陋无比 但这样的集体前进的队形 却让圣灾对魔王的智商着急 因为这样会被人给一锅端了 丽丝塔表示你拿什么端 核弹吗 可这个世界没有 圣灾表示你就瞧好吧 只见一颗巨大的陨石与二人擦肩而过后 直直地砸在了不死族大军的脸上 这下那一千金币算是到手了 不过让丽丝塔没想到的是 圣灾这招是在殴打剑神的时候领悟的 看着地面被消灭了九成九的不死族大军 圣灾果断地再次召唤了一颗陨石为他们超度 可做完售后服务的圣灾却脸色难看了起来 丽丝塔剑撞赶紧扶住了他 毕竟释放了两次除大地的技能是非常消耗法力值的 就算是圣灾也不例外 此时的他一脸的慌张 因为自己的法力值只剩下99%了 仅仅一上午的时间 圣灾就用新学会的合成技能 制作出了一把神级的白金剑 丽丝塔疑惑他是怎么合成出来的 圣灾表示很简单 也就一把普通的铁剑再加上几根从你房间找的头发 说完圣灾表示自己还想再多做几把 以防万一 丽丝塔本想答应 可在听到圣灾想要一千根后 气得他差点骂娘 而就在这时 旅店的老板娘送来一个快递 丽丝塔打开后发现是一面全身镜 可就在他臭美之时 镜面上突然出现了血迹 紧接着一个被绑在椅子上折磨的不成样的男人出现了 众人定睛一看发现 那人竟然是小龙人马修 就在这时 拿着拐杖的三眼老头出现在了马修身边 令众人没想到的是 这老头竟然是魔王坐下四天王之一的马古拉 而且他同时还是不死族大军的统治者 原来 在不死族大军被圣灾的一条龙服务给杀死后 马天王为了泄愤捉走了小龙人 马天王准备当着众人的面杀了小龙人 他本以为小龙人会求饶 可没曾想 对方却是希望圣灾能够丢下自己去拯救世界 看着如此有觉悟的小龙人 圣灾当即决定这个马仔我收了 说完 圣灾手握剑柄摆出了拔剑的姿势 马天王剑状乐开了花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这镜子就是个可远程操控的通讯器 难不成你还能顺着网线来杀了我不成 原来圣灾早就学会了可以斩破空间的次元斩机 所以没事别在网络上大放厥词 不然没准哪天你就被攻击了 就在众人都看傻了时 圣灾立刻推着利斯塔回到了神界 原来他想利用人神两界一百倍的时差 请求主神帮忙寻找马天王 主神在得知了情况后 立刻就定位出了位置并打开了传送门 圣灾手持地狱夜火与利斯塔赶了过去 而主神则在二人离开后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夸他长大了 与此同时 反应过来的马天王准备杀掉马修 结果 圣灾突然出现 并一发地狱夜火将他轰飞了出去 而利斯塔则抓住机会 开始治疗小龙人马修 但马天王也不是这么简简单单就能被击败的 他很快就召唤出了自己耗费重金所创造出来的火焰魔兽 圣灾剑壮 二话没说直接上去就是一剑 可这涂了圣水的大宝剑 却没能造成任何伤害 见此利斯塔立刻开启了透视眼 结果他发现这只火焰魔兽不仅拥有13万的超高防御 而且他还免疫出兵戏以外的所有攻击 此时的马天王再次嚣张了起来 为了体现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开始给圣灾讲解打怪的流程 想要击杀火焰魔兽 你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 你必须使用特技振动波打乱他的分子结构 但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是个箭矢 然后 你必须用兵系魔法将他从火打成兵 但这又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的火系箭矢根本就打不出兵系的技能 最后 你需要用超过13万的攻击伤害一招击碎他的防御 但这是最不可能的 我堪称龟壳的13万防御 你还能一招秒了我不成 圣灾厅后面露南色 他没想到自己准备的100套备用方案 竟然一套都没用上 说完 圣灾突刺上前 直接抬手一个振动波打在燃烧了火焰魔兽的身上 这属实让马天王愣住了 他不是个箭矢吗 可圣灾却说身为一名箭矢 他考虑过武器丢失 折断 生锈等等一系列意外 所以他学的打击科技不过分吧 马天王一听 直呼合理 不过你还是无法战胜火焰魔兽 结果下一秒 与圣灾对决的火焰魔兽就被寒冰给包裹了起来 紧接着圣灾一个朴实乌华的招式 直接击碎了拥有13万防御的魔兽 这下马天王彻底看猛了 而利斯塔则连忙询问圣灾是怎么打出的兵系技能 圣灾表示这很简单 因为我早就用你的头发合成了蕴含兵系魔法的手镯 除此之外 我还有雷系 光系 暗系等一系列的手镯 而且就连备用和备用的备用我都有 接下来就是圣灾的超度一条龙服务 我们的狗天圣勇者解决了魔王坐下最机智的马天王 回到旅店后 小龙人马修深深地感受到了自身的弱小 所以他当即决定拜圣灾为师 圣灾表示自己不是董卓 但他还是收下了马修做背包小弟 而小龙人也欣然接受 并提出了去龙之窟拿最强的神级圣剑 可经过圣灾的深思熟虑 他依旧是球闻选择回神界升级 而用来陪练的对象非剑神莫属 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那个威猛的七尺大汉献如今 竟然放下圣剑拿起了厨具 原来在经过了圣灾的洗礼后 大彻大悟的剑神从此放下屠刀改行做了厨神 如今看来厨神也不一定适合剑神 而圣灾则表示想让他继续做剑神当陪练 可当剑神看到剑后 却像个小姑娘似的坐在地上抱头痛哭 而当听到是给圣灾的徒弟当陪练后 剑神立马开启了透视 在确定马修的数值后 剑神弱弱地问了一句 你不会伪装技能吧 马修表示自己不会 见对方真的试制菜机后 剑神终于是再次雄起了 在这之后 丽丝塔又拜托了火神 指导小龙女艾卢卢使用火系魔法 而此时圣灾却犯了难 自己又该去找谁当陪练呢 这是封印女神阿丽雅给圣灾推荐了 比剑神扛揍的军神 而眼前这个外表邋遢 说话还有些结巴的阴森少女就是军神 但人不可貌相 传说这位军神是吊打剑神的存在 而就在几人持怀疑态度时 军神一个瞬意就来到了他们的身后 这种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神速绝技 就是他的看家本领连击剑 这个好似开了挂的技能 立刻让圣灾来了兴趣 就这样寄剑神之后的第二个倒霉蛋 开始了与圣灾的陪练 当第一天训练结束后 前来送饭的丽丝塔遇到了蹲在门口休息的军神 虽然知道二人是在练习新技能 可丽丝塔还是觉得怪怪的 紧接着训练来到了第二天 此时那个阴森的剑神 已然成为了一名阳光少女 而且他还表示 圣灾已经顺利地学会了连击剑 很快修炼来到了第三天 此时的小龙人马修经过剑神的体训后 等级和数值都翻了一倍 而剑神也在虐菜当中摆脱了圣灾的阴影 可小龙女艾鲁鲁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她现在依旧是个低等级 而火神则告诉丽丝塔 艾鲁鲁实在是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之后就是我们的狗天圣了 表示想和圣灾一起去冒险 可圣灾却果断地拒绝了 因为女人只会影响自己拔刀的速度 正所谓心中无女人 拔刀自然神 我们的狗天圣在废了一个剑神后 现在又整风了一个军神 这导致军神黑化暴走 差点就涂了整个神剑 而圣灾则表示勇者欠下的风流债 与我狗天圣何丹 于是 在说出那句准备完毕的口头尝后 圣灾一行人前往了异式界 而为了增强实力 众人打算去龙之窟 拿到可以打败魔王的圣剑 在路上小龙人与小龙女 本想展示一下修行的成果 可一只火焰大鸟 却让他们成为了背景板 原来这是圣灾自创的新技能 自动追击凤凰 只要是三十级以下的魔王 他都可以秒杀 对此圣灾表示不战而胜 才是最谨慎的打怪方案 而利斯塔则再次对圣灾的等级产生了好奇 经过查看后 果不其然 圣灾又使用了伪装 见此利斯塔再次爆发女神之力 想看到圣灾真正的面板 在这之后 众人来到了矮人的道具店 因为要去龙之窟的缘故 圣灾准备购买一些火把照明 而为了检验一下小弟修行成果 圣灾询问了马修要准备多少根火把 马修张嘴 就是五十根 果然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 小龙人马修也终于谨慎了起来 可在圣灾看来还远远不够 因为他觉得最少也要五百根 一行人离开道具店后 一直没有蹭到经验的小龙人们 起到了一个人肉导航的作用 在他们龙族体制的感应下 众人很快就找到了前往龙之窟的大门 按照常规流程 大门要由小龙人与小龙女一起打开 俩小弟心想终于轮到我俩出手了 可圣灾却不是一个常规的人 只见他拔出宝剑 对着大门就是一顿乱卡 之后进入洞里的众人 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法阵 紧接着 语音提示突然响起 只要众人登上法阵 就可以传送进龙之箱 可圣灾又怎么会相信这来历不明的声音呢 于是他放了一只蜥蜴上去 结果对面差点骂娘 以这不是纯纯浪费我法力值吗 确认安全后 众人登上法阵 终于来到了传说中龙人的国度龙之箱 他们也见到了长得像蜥蜴人的龙族统治者 龙妈 龙妈二话没说上来 就先赐予了小龙人马修龙化的技能 这下马修的数值直接翻了十倍 圣灾健壮也很是欣慰 马修没想到 被增强的自己到头来还是个工具人 而小龙女则请求龙妈也给自己来一下 可龙妈却拒绝了 她表示比起做工具人 艾鲁鲁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那就是成为祭品召唤圣剑 众人听后都猛了 没想到竟然还要陷阱 而龙妈则劝众人看开一点 今天你们先回去准备准备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还是这个地点 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的吃流水席 见此龙妈玩了一手道德绑架 她告诉众人 现如今魔王的大军 已经占领了这个世界四分之三的城市 如果不能尽快打倒魔王 那这个世界就会被她毁灭 所以为了拯救全世界而牺牲 这对于艾鲁鲁来说 也算是几时修来的福气了 毕竟多少人挤破头想用死去救世 还都没有资格呢 离开龙宫后 艾鲁鲁告诉众人 虽然自己是个废物 但如果牺牲自己一人 能拯救全世界的话 她还是非常乐意的 可艾鲁鲁的这些像是自我安慰的话 却让气氛更加的沉重 而这也让丽丝塔终于明白了 自己所背负的是什么 但她还是想和圣灾商量一下 可人家早就被街边 卖大力丸的摊子给吸引过去了 丽丝塔本想让圣灾有点勇者的样子 可圣灾却对献祭仪式的问题 表现得非常冷漠 很快来到了献祭仪式的庆典 龙母为了答谢小龙女艾鲁鲁的牺牲 小我拯救大我的英勇行为 她请来了龙族最好的锁纳乐队 为艾鲁鲁送行 而丽丝塔几人也开心地吃起了队友的喜 可圣灾却一直没动筷子 见此龙妈派了两只可爱的小龙人 给圣灾送上了亲手制作的饼干 圣灾本想拒绝 但看在丽丝塔的面子上 她还是勉强吃了一口 酒足饭饱后 葬礼的主角终于登场了 在两只龙人的护送下 艾鲁鲁正式开始了寄件仪式 而仪式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红骷髅忽悠灭霸的那一套 只要艾鲁鲁从悬崖上跳下去 那么圣剑就会解开封印降临世间 这可以说是惨无人道 可龙人们却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们都认为牺牲一人的性命 拯救世界是理所当然 但马修却不认同这与杀人毫无区别的一事 而一直强装镇定的艾鲁鲁 也在这个时候打起了退堂 见此龙妈表示我喜也吃了 乐队也请了 现在就算是龙傲天来了也留不住你 说着 他就命令手下将艾鲁鲁给推下去 可圣灾却突然现身一脚踢开了两只大肥龙 原来圣灾根本就不相信一把破剑 就可以打败魔王的传说 而且艾鲁鲁是自己的背包小弟 哪能说白给就白给啊 可这些话却激怒了龙妈 而马修则也开始了反抗 可三秒针男人一过 他就和利斯塔一起跪在了地上 此时的龙妈哈哈大笑 原来他早就在食物里下了麻药 为的就是防止几人中途反悔 可就在龙妈得意之时 却发现圣灾啥事都没有 原因很简单 如此谨慎的圣灾 又怎么会吃外人的食物呢 更别提还是蜥蜴亲手做的 而且圣灾还表示 自己只会吃利斯塔准备的食物 这句话让我们的炎翼女神 露出了花痴的表情 她没想到自己在圣灾的心里 竟然会是一个合格的做饭婆 而龙妈却听不下去了 她发动技能 直接从蜥蜴飞升成为了巨龙 看到如此恐怖的树植 利斯塔当场决定装死 而龙妈则表示 现在的自己实力很强 除非你有屠龙剑 不然休想伤害到我 结果话还没说完 圣灾就表示真是巧了 我还真就有 说着圣灾在背包里 拿出了一把闪着红光的屠龙大宝剑 龙妈剑后都猛了 你是不是有病 怎么会有人提前准备对付有军的武器 圣灾却表示自己早就考虑过 会有一场屠龙大战 可龙妈并没有慌张 因为她也留了后手 事先给小龙女爱鲁鲁 带上了诅咒项圈 现在只需三分钟 爱鲁鲁就会成为一具尸体 而唯一救她的办法就是杀了龙妈 圣灾一听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她一刀火焰斩击 直接打掉了龙妈一半的血量 可情况却再次反转 龙妈发动技能将自己 变成了高防御的黄金圣龙 可圣灾却表示莫慌 因为她还有后招 吃下速度种子的圣灾 拿出第二把屠龙剑 化身成为了超音速双刀流剑客 可尽管如此 利斯塔发现圣灾依旧 破不开龙妈的防御 就在龙妈嘲笑圣灾白费力气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自己 竟然正在被圣灾推向悬崖 这下龙妈终于明白了圣灾的目的 可化身金龙的她却只能防御 不能进攻 于是眼看自己 即将成为祭品的龙妈 赶紧举手投降 但实际上她是想解除精神 偷袭圣灾 可这点小伎俩 又怎么会骗得了我们的狗天圣呢 只见圣灾一个二刀流斩击 抵消了龙妈的攻击 龙妈健壮准备脚底抹油逃走 可她的翅膀却早已被圣灾打成了筛子 就这样 龙妈掉下悬崖成为了祭品 艾鲁鲁的诅咒被解除 圣剑也成功被召唤 圣灾拿到剑后 用艾鲁鲁的一滴血激活了她 然后收起圣剑的圣灾告诉龙人们 你们的首领为了世界而牺牲了自己 这样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 出了龙之乡后 利斯塔叫住了圣灾 因为她发现那把剑根本就不是圣剑 圣灾没想到 利斯塔竟然机制了一次 没错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圣剑 而是一把白金剑 虽然利斯塔知道圣灾的用意 但没有了圣剑的加持 又要怎么去打倒魔王呢 但她并没有去追问 因为人间又出大事了 他们当离开了龙之乡 就被王国的骑士团给堵住 骑士长告诉勇者 魔族的空军苍蝇人打过来了 现在王国的指挥官正带着军队给敌方送人头 骑士长跪地求圣灾可以去支援一下 虽然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但圣灾还是毫不犹豫地接下了委托 可当来到战场上后 众人才发现 这哪是什么苍蝇 这分明是巨龙啊 此时苍蝇们的老大正在一边唱着歌一边 指挥小弟抓人类士兵玩无神蹦及 而圣灾几人则发现这些苍蝇的敏捷度都高到变态 尤其是他们的老大竟然有着近乎于50万的敏捷度 此时苍蝇老大表示 只要勇者不出现 他们就天天来找人类玩无神蹦及 等苍蝇们撤退后 圣灾几人见到了骑士团的指挥官 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名指挥官不仅是女性 而且还是这个世界最强人类战地的女人 可他却在看到勇者到来后 打算继续去给苍蝇送人头 不过在副官的劝说下 指挥官选择了先去开战前的动员会议 但作为一个变态的谨慎勇者 圣灾首先就怀疑了这里可能会有魔王的间谍 紧接着 他又怀疑这里可能被苍蝇安放了炸弹 最后圣灾表示屋顶上可能有魔物 正在窃听情报 指挥官立马派人上去把屋顶给先了 可结果什么都没有 在圣灾的这一系列操作下 指挥官彻底失去了耐心 我们直接一起冲进苍蝇的老巢 一顿攻击不就完事了吗 圣灾顿时觉得 战地的女儿非常的不谨慎 于是他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案 那就是先回神界修炼一波再来 什么时候有了100%的把握在打 虽然队友们已经习以为常 可指挥官却被激怒了 身为战地女儿的他认为圣灾的行为就是懦弱怕死 而且他在得知圣灾在看到士兵们被屠杀 而没有出手相助时 指挥官更是直言 见死不救的圣灾不配做勇者 可圣灾却反驳他没有资格说这些话 因为士兵的牺牲全都是因为你的游勇无谋造成的 这些话顿时让指挥官哑口无言 于是嘴上说不过的他打算直接动手 从小到大连战帝都没有打过我 有能耐你再打我一次试试 好好的一个漂亮女生 愣是被圣灾打成了仓鼠 眼看指挥官开始咬牙切齿流眼泪 利斯塔立刻开启了传送门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当回到神界后 圣灾莫名地对那种明知不是对手却还一直向前冲的 这种不顾同伴性命的行为感到了愤怒 在与利斯塔确认那个世界不能使用机枪和炸药后 众人找到了宫之女神学习射击 在见识到宫神的一箭七连射后 圣灾表示教练 我要跟你学射箭 宫神表示没问题 但是你要先学会使用魔法弓箭才行 圣灾一听 当即就让小龙女艾鲁鲁给自己演示一下 艾鲁鲁一听 终于到自己表演的时刻了 结果她前脚刚演示完 圣灾后脚就学会了 见此小龙女只能感叹 自己还真就是个废物 就在利斯塔极力安慰艾鲁鲁的时候 改行做出神的剑神刚好路过 当看到利斯塔一行人后 直接化身大妈 劝众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原来在军神被圣灾拒绝后 她就彻底疯了 如今的她恨不得把圣灾这个渣男 剁成真的渣男 利斯塔听后顿时感觉背后发凉 但她还是悄悄地来到军神的住所 想查看一下情况 这是得有多恨圣灾才能写满一墙的杀字 就在利斯塔准备逃跑时 军神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背后 看着疯癫的军神 吓得利斯塔赶紧撒谎 她说圣灾因为大姨妈来了 没跟自己回来 令她没想到的是 这么扯的理由军神竟然相信了 见此 脚底抹油的利斯塔立刻找到圣灾 让她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 不然你还没等到和魔王决斗 就先被军神给杀掉了 只是让利斯塔没想到的是 人家早就跟着她过来了 此时已经抱走的军神拔刀 就要砍了辜负了自己的渣男 可圣灾却不慌不忙地走到了她的面前 圣灾的一记摸头杀后 抱走女生成功被收入后宫 一旁的利斯塔直接看傻了 这万一好的也太快了吧 与此同时 傻忙也帮不上的小龙人与小龙女开始了清闲 但封印女神阿丽雅却发现了 她们身体里所蕴含的力量 于是在阿丽雅的引导下 俩跟班觉醒了新的技能 现在小龙人马修可以让右手神龙化 而小龙女艾鲁鲁则放弃输出 她学会了想快就快 想慢就慢地辅助技能延迟和加速 只是这样的组合总让人觉得怪怪的 而我们的狗天圣则已经学会了 宫真女神的一件七连设 就这样 准备完毕的圣灾几人回到了异世界 而骑士团的副官也为众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仓鼠妹独自一人去苍蝇老巢送人头了 圣灾几人听后立刻赶了过去 可为是已晚 指挥官已经被苍蝇老大给抓住了 见此圣灾想出了一个妙招 那就是让利斯塔开启天使之意去引怪 而他自己则在后方用新学会的技能狙击 就这样利斯塔安然无恙地来到了苍蝇老大的面前 而见到女神的指挥官立刻叫嚣让苍蝇赶紧投降 放了自己 不然练剑归来的勇者就会在八百里开外射抱你的狗头 苍蝇老大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抓了个勇军 不过他还是立刻一飞冲天 来到了超出八百里射程之外的地方 而为了答谢指挥官的帮助 苍蝇老大要将他从这里狠狠地给摔下去 眼见大事不妙 利斯塔赶忙来到苍蝇老大的面前 拖延时间 于是接下来就有了女神跟苍蝇老大讨论谁家饭菜更好吃的画面 就在苍蝇老大思考今天晚饭去谁家吃的时候 不讲武德的圣灾射出了冷箭 可拥有五十万敏捷的苍蝇老大轻轻一闪就躲过去了 不仅如此 他还用自己的赋言 成功推算出了圣灾就藏身在云层之中 果然就和苍蝇老大预想的一样 七数光剑从云层中再次袭来 不过对于早有防备的苍蝇老大来说 这些都已经无法再伤害到他了 在躲过全部光剑后 苍蝇老大直接冲向了圣灾 想就此解决他 可没想到突然在这时 他口吐鲜血 那些被躲开的剑全部化为光鸟 打在了苍蝇老大的身上 苍蝇老大到死都没想到 自己竟然输给他 在把老大炸成灰后 现在就只剩下群龙无首的小弟了 见此圣灾表示 该让吃闲饭的两个小龙人上场了 马修与艾鲁鲁没想到 自己竟然也有可以捡到惊艳的一天 可下一秒 圣灾就像冒狼虎的加特林一样解决了所有小怪 这下两名小弟又成为了背景板 在清扫完战场后 圣灾表示该你们出手了 说在打扫完战场的马修怀疑人生的时候 圣灾开始了他的超度一条龙服务 当一切都搞定后 指挥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在龙之窟附近的那个矮人村里出现了 被称之为传说之铠的圣甲 传说他可以抵御魔王的所有攻击 虽然圣灾对这个传说持怀疑态度 但众人还是赶了过去 可当众人抵达时 整个村子都已经变成了火海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竟然是道具店的矮人老板 见到众人 他也摊牌了 自己除了道具店老板外 还偶尔兼职一下四天王之一的召唤天王 而你们想要的那个圣甲 则已经被我旁边的这位龟兄给毁了 看到被毁的圣甲 利斯塔傻眼了 这下好了 不仅圣剑没搞到 就连圣甲也被废了 尽管如此 召唤天王也深知自己不是勇者的对手 于是为了防止被别人杀害 他先杀了全村人 不仅如此 为了对付勇者 他还用自己的生命召唤出了超概念死神 圣灾见状 赶忙让利斯塔开启传送门逃跑 因为他预感 这个让老头用自己性命召唤来的死神 绝对不简单 而在开启透视后 利斯塔与圣灾更是被吓了一跳 因为这个死神的数值已经出现了乱码 而卑鄙谨慎的圣灾起手 就是一击双刀流裂空斩 见此利斯塔本以为可以开香槟庆祝 可被劈成两半的死神 直接来了一手绘图转身 这让圣灾更加的不安 于是在挡下攻击后 他直接就是一击地狱热火 紧接着在传送门打开的瞬间 圣灾就将俩小弟给丢了进去 利斯塔本想让圣灾对自己温柔一些 结果圣灾抬腿就是一脚 回到神界后 利斯塔刚想发火 结果就看到了圣灾跪在了地上 利斯塔一看 这明显是受了重伤了 他立刻向前准备给圣灾治疗 圣灾也很配合地掀起了衣服 并表示让利斯塔快一些 不然再过一会伤口就自动恢复了 利斯塔这才知道 圣灾的血量从30万被打到了29万 可就在这时 空间突然发生了震动 死神竟然打破人神两界的空间追来了 众人没想到死神竟然也这么猛 就在这时 神界三大吃货 封神雷神冰神来救场了 在三神的合击下 死神是一点事都没有 见此我们的狗天圣再次选择了逃跑 而在逃跑的过程中 利斯塔见到了很多英勇反抗的神明 可他们无一例外都死掉了 而跑在最前面的圣灾则遇到了军神 于是圣灾秒变小白脸 他表示只要军神去拿下死神 就可以跟他玩个二人小游戏 军神一听立刻就使出了自己的奥义真灵击剑 可一顿技能猛如虎 军神依旧被揍成了傻瓜 这下算是倒霉了 利斯塔认为神界就要灭亡了 但如此谨慎的圣灾 又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呢 在穿过一条走廊后 众人到达了神界最强女武神 破坏神的住所 紧接着 我们的狗天圣就是一招祸水冬影 看着就差一笔完成的画作在自己眼前被毁掉 庄文艺的破坏神直接怒了 热怒的破坏神强行开启了自己全部的神灵 看着满屏999的树职 我们的吃瓜俑者表示这不稳了 只见破坏神单手接下了所有伤害 然后抬手使出了自己的禁树天狱门 这是超越了因果轮回 无法躲避的破坏树 此时的破坏神以自身为灵媒 采用一命换一命的方式封了死神的号 可使用禁树就必定要付出代价 反式开始 破坏神全身喷出了鲜血 利斯塔健壮赶忙上去治疗 可躺在地上的破坏神却是一脸的享受 真是没想到他竟然耗着一口 圣灾见破坏神如此的厉害 他当即决定拜师学习 而毫无用处的利斯塔 则被圣灾给踹到了一边 见圣灾如此耗血 破坏神决定教他 而利斯塔却告诉圣灾 如今能打倒魔王的圣剑与圣甲都没了 所以这个S级的副本已经无法被攻略了 可圣灾却拿出了一块圣甲的碎片 并表示自己已经合成了一把金刚剑 虽然比不上能打败魔王的圣剑 但这个也是目前最强的剑了 在这之后 主神召见了利斯塔 他告诉利斯塔 最后一位四天王已经率领大军对人类展开了攻击 所以 如今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再浪费了 但主神还是给了众人一天的准备时间 于是在封印女神的帮助下 小龙人马修学会了全身神龙化 小龙女艾鲁鲁也学会了神技加速 而我们的狗天圣也在牺牲了色相后学会了破坏神的禁术 于是 众人再次踏上了拯救异世界的冒险 但利斯塔没有发现的是这次的圣灾并没有说出那句准备完毕的口头禅 当几人到达战场后 魔族大军已经包围了帝都 而且 对方四天王之手的战力也高得离谱 圣灾本打算再因他一波 可这个时候 人类中却走出了一个小老头 他就是传说中的最强人类战地 但在天王看来 眼前这个小老头 只是个快要泄顶的老废物 可话还没说完 战地就以光速将刚刚还在叫嚣的天王给砍成了废物 就在所有人震惊之时 战地直接拔出了自己切西瓜的大砍刀 然后一个平平无奇的随手一挥 魔族大军就全部化成了粉末 圣灾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这个勇者竟然被一个老头抢了风头 可就在利斯塔想要抱大腿的时候 战地却突然跪在了地上 变成了一个尿裤子的小屁孩 原来战地之前为了拯救世界 已经80岁的他选择了独自一人去讨伐魔王 结果就是被魔王从爷爷打成了孙子 如今只要战地动用能力 他就会变成婴儿 就连技能也会变成撒娇卖蒙尿裤子 而就在这时 战地的女儿指挥官罗沙灵赶了过来 于是女儿一秒变老妈 而在得知 战地要过三个小时才能恢复原样后 圣灾几人选择了去帝都找乐子 可说是去找乐子 但圣灾却不允许众人去酒吧喝牛奶 他也不允许去赌场玩豆地主 就当利斯塔想要抱怨之时 圣灾却看上了街边道具店的治疗药草 这下利斯塔直接炸了毛 你也太拿我这个奶妈不当人了 我一个治愈女神 难道还比不过这些破药草 而店老板听了也非常的不服 于是二人当街挑了一个受伤的倒霉蛋 开始了赌上各自尊严的比赛 圣灾说利斯塔不如草药的话 算是实锤了 在这之后 众人回到了城堡中 而罗沙灵则请求圣灾 不要同意自己的父亲的组队要求 因为战地如今已经80岁高龄了 而且身体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圣灾一听当场就同意了 毕竟他也不想去打魔王的时候 还要给战地换尿补 于是他在见到恢复原样的战地后 圣灾直接一句不需要 回绝了对方的组队请求 而就在这时 士兵突然来报说 魔族大军的残兵正在向着帝都袭来 见此 圣灾立刻带着俩小龙人前往了战场 而连草药都不如的利斯塔 则被留下来照顾战地 于是战地邀请了利斯塔 一起参观新建城的大圣堂 来到大圣堂后 战地突然询问了利斯塔 你知道为什么女神渔勇者都不会死吗 利斯塔表示自己这个小女神并不知道 见此战地告诉了利斯塔 那是因为你们将灵异世界的灵魂 只是一个灵石的 而真正的灵魂则被存放在了 神界的某个地方 所以你们就算在这里死了 也会在神界重生 但如今魔王研究出了一种 可以连锁毁灭灵魂的魔道具 也就是说 现在你们只要在一界死了 那就是真正的死亡 而此时战地手上拿的 正是用那个魔道具合成的是神剑 利斯塔顿感不妙 而战地也摊牌了 原来在之前 眼看自己越来越老的战地 准备用这条残命去找魔王单挑 可没曾想还没交手 魔王就看穿了战地的一切 于是战地得到了自己最渴望的青春 而魔王也从此多了个助手 说出真相后 战地灰剑打算灭口 因为这个秘密只有死人可以知道 如今圣灾被调虎离山 而自己又是个连草药都不如的弱者 利斯塔没想到才活了一百来岁 自己就要英年早逝了 这让恐惧死亡的他开始了大声呼救 可战地却让他放弃 因为唯一可以来救他的人 现在应该再用奥义坎小怪 但战地根本就不知道圣灾到底有多谨慎 就在利斯塔即将拟命之时 树道光剑从门口袭来 挡下攻击的战地看到的是自己的女儿 而圣灾则利用声东击西 从空中救下了利斯塔 可还没高兴一秒 利斯塔就一头扎进了地里 虽然圣灾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近人情 但利斯塔依旧很开心 不过这个熟练的动作还是有点心疼利斯塔 在救完人之后 圣灾拔出双剑就要斩杀了战地 可没曾想战地突然口吐鲜血 圣灾以为他要了自己 但其实是战地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 不过战地还是留了后手 为了获得力量 他吞下了魔王所赐的丹药 只见黑色的邪恶能量从体内喷涌而出 放弃了人类身份回归青年状态的战地成为了魔人 而圣灾在看到战地如今的数值后 他也解开了自己的封印 可即便如此 圣灾依旧没有占到一丁点优势 因为战地的作战经验要比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穿越勇者多得多 而利斯塔也在这时突然想到 这次的圣灾没有在出发前说出那句准备完毕的口头禅 而这时的战地也使出了全力 在双方错身的瞬间 圣灾的一条手臂就被斩了下来 战地要让圣灾明白真正的战斗是有多么的残酷 可圣灾并没有放弃 因为谨慎的他还是留了一手 只见圣灾以自身为灵魅使出了一臂换一臂的破坏术 等价返还 而就在战地愣神之际 圣灾直接使出了自己的必杀奥义 终于一切尘埃落定 被打败的战地恢复成了原来的小老头 而利斯塔则帮圣灾接回了手臂 但战地的女儿罗沙灵却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可恢复了伤势的圣灾却让利斯塔给战地治疗 随后 圣灾想让罗沙灾去照顾自己的父亲 可罗沙灾却不想再认贼作父 原来在刚才的交手中 圣灾已经知道了战地命不久已 他希望罗沙灾能在最后一刻 与自己的父亲有一个完美的告别 我们的狗天圣独自一人去讨伐魔王 众人都不敢相信 那个谨慎怕死的人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 而封印女神阿丽雅则告诉了众人这一切的真相 那是在一个必及难度的世界里 负责拯救这个世界的女神正是阿丽雅 而她召唤的勇者赫然就是圣灾 除此之外 还有魔法师黄毛 以及辅助奶妈提亚娜公主 就这样四人组成了小分队 而那时的圣灾与现在大相径庭 她不仅乐观开朗 而且是个不知道什么是谨慎的无脑硬钢小莽夫 即使面对比自己等级高出数倍的魔兽奇拉美 完全没有计划的圣灾依旧将总会有办法的口头长挂在嘴边 结果越级打怪的代价就是圣灾被奇拉美贯穿了胸口 可即使生命值只剩下了最后的两点 圣灾依旧觉得问题不大 此时 画面外的丽丝塔根本就不敢相信那时的圣灾 与自己认识的圣灾是同一个人 可尽管如此 圣灾还是凭借自己的战斗天赋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而在之后的冒险中 圣灾更是凭借着自己的主角光环 她一路跃及忙到了最后一关 此时拯救任务只剩下了魔王 公主本想劝圣灾先去贤者之村打听一下魔王的情报 可已经获得了圣剑与圣甲的圣灾却觉得没有必要 公主见状 基于对圣灾的信任也就没有再多说废话 于是 四人就这样来到了最后的战场之上 虽然战况空前的惨烈 但圣灾还是在圣剑的加持下斩杀了这只B级的魔王 在阿丽亚确认魔王血量清空后 松了一口气的众人打算开支香槟庆祝一下 可就在这时一变突起 魔王突然贯穿了黄毛法师的身体并将其吞进了嘴里 紧接着 阿丽亚也成为了魔王恢复身体的养量 原来这只魔王有两条命 现在的他再次恢复如初 而圣灾与公主则已经耗光了所有的魔法制 终于他们为自己的不谨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而魔王也在一瞬间就抓走了公主 也是在这个时候 魔王说出了让圣灾后悔一辈子的话 那就是他的爱人提亚娜公主怀孕了 而魔王则要当着圣灾的面吃掉他的老婆和未出生的孩子 回忆到此为止 而由于那个B级世界没有所谓的是神魔道具 所以封印女神阿丽亚和勇者圣灾都重生了 而利斯塔能接到拯救S级世界的任务 与召唤出圣灾也并不是偶然 因为他就是提亚娜公主的转生 主神告诉利斯塔 这一切都是命运间的互相吸引 命运让失去了记忆的你们再次相遇 而圣灾也将忏悔刻进了自己的灵魂深处 当他再次被召唤并看到自己留下的自吼 就立刻知道了曾经失败的过去 知道了全部真相的利斯塔决定去到圣灾的身边 就算会受到神界的惩罚 自己也要与他并肩作战 俩小龙人见状也打算去与自己的老大共赴皇权 于是三人一起通过传送门来到了魔王的老巢 可此时 圣灾与魔王的战斗已经来到了尾声 没有了圣剑加持的圣灾 压根就不是魔王的对手 于是圣灾收剑抬手 使出了从破坏神那里学来的禁术 天狱门 利斯塔见状赶忙上前阻止 可谓十一晚 强大的气浪过后 魔王被关进了天狱门中 本来非常不屑的魔王在发现自己的魔力被无效化后 他也慌了 紧接着 天狱门的利斯就贯穿了他的身体 就在天狱门即将关门大吉之时 门内的魔王突然爆发魔力 化为本体冲了出来 可是 这一切都在圣灾的意料之中 他抬手 就是一招奥义凤凰言武斩 紧接着是军神的真联祭剑 可尽管如此 没有圣剑加持的招数依旧伤害不到魔王 但下一秒 圣灾竟然用利斯塔的头发小人 与天狱门的刺合成了一把笔剑圣剑的冥王剑 利剑贯穿头颅 天狱门彻底关闭 可禁术的反噬也开始了 全身喷出鲜血的圣灾倒在了血泊当中 看着即将隐命的圣灾 利斯塔毫不顾忌地开启了自己的女神之力 就算受到神界的惩罚 他也要救回自己的男人 于是 在众人的祈祷与利斯塔神力的加持下 圣灾熬过了禁术的反作用时间 可就在大家欢欣庆祝之时 空中却突然传来了剧烈的撞击声 此时再次破门而出的魔王 打算用最后的能量让这个世界成为陪葬品 可圣灾又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于是再次站出来的 他用出了连破坏神都不敢连续释放的禁术 天狱门再次开启 魔王伴随着绝望的叫喊声 与第一扇门一起被吞噬了进去 可这次的反噬却是无法阻止的 天狱门老大哥告诉众人 一命换一命 就是开启他所要付出的代价 此时的圣灾全身开始碎裂 即使是女神之力 也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利斯塔不想放弃 他不愿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人离开他 然而 在圣灾弥留之际 他突然觉醒了前世的记忆 圣灾也完成了和前世爱人的最后告别 这次他终于拯救了他 危机得以解除 利斯塔成功拯救了这个S级的世界 马修与艾鲁鲁加入了王国的骑士团 继续守护这个世界 而利斯塔在所有人的最高致敬下回到了神界 然而 回来的他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活力 即使躺在床上 利斯塔也无法入睡 在这一天 封印女神阿利亚找到了他 告知利斯塔即将迎来神界的审判 在去见主神的路上 利斯塔迎来了朋友们各自独特的安慰 主神开始了对利斯塔违规使用神力的宣判 他让利斯塔去拯救SS级的世界伊库斯福利亚 即那个被阿利亚拯救失败后被魔王彻底占领的那个世界 在就是期间 利斯塔也会被封印所有神力 变成一个普通人 阿利亚提出反对 认为这是让利斯塔去送死 然而 主神微微一笑 因为作为拯救了S级世界的有功之臣 他奖励了利斯塔一个特例 光芒闪过 一张熟悉的简历拍在了利斯塔的脸上 看着那曾经见过的数值和无比熟悉的名字 利斯塔流下了泪水 他要与这位性格谨慎 沉稳的勇者一起去纠正曾经的失败